女人 其實女人一聽到減肥這個字 什麼方法都會試的 我自己試過不同的餐單 戒澱粉質 吃減肥軟 喝減肥茶 其實外面的人說的所有減肥方法 我幾乎都試過 不過不僅僅使得身體越來越差 最厲害的一次就是看醫生減肥 醫生開的藥 副作用真的大到令我很辛苦 所以我以後一聽到看醫生減肥這個字 我都怕了 真的不要搞我 一般的減肥食品和藥物 主要是抑制食慾 減少攝取量 是傷身又不治本的 真正安全有效的方法 是減少脂肪數量 懂得對症下藥 減肥也可以很健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